像他笔下的纵视大家一样,金庸本人也是一位千冲字幕的人后长者,总是面带敦厚微笑,提携后背,和蔼可亲。 金庸去世时,著名哲学家李泽后就曾写文悼念,说自己90年代初,单枪匹马去美国任客座教授,虽努力教学,但并不稳定。 金庸听说他的情况,在其路过香港时,邀请他去家里做客,并预赠金6000美元,作为致建理。 虽然李泽后建议,这是金庸资助朋友3万美金,被退回的6000美金,又危险金庸出手小气,自己也确实不缺这6000刀,坚定拒绝了金庸。 金庸大感惊讶,却依旧对他谦和有礼,走的时候,一直将他送到别墅大门外很远,才跟他分别。 李泽后的道文,虽不全是一美之词,我们却也能从李泽后的这些陈述中,感受到金庸作为一代宗师,忠厚长者的难得。 据金庸好友泥矿回忆,金庸一生含有洞怒之时,大约只有两三次发脾气的时候,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,跟一位文化界泰斗所发生的局域,大概也在其中。 该文化泰斗,明代一只字,且只字放在最后。 好巧不巧的是,金庸作品中,所有明代只字,且只字放在最后的,一生都是十分悲苦。 一,金庸笔下的只字诅咒,一,天龙八部尤坦之,尤坦之本是巨贤庄庄主的幼子,只因萧峰为救阿珠,在巨贤庄外大开杀戒而家破人亡。 为找萧峰报仇,尤坦之来到大辽南院大王府,却不成想遇到阿子,从此开始一生的冤孽。 尤坦之爱恋阿子的容貌,看到阿子的鲜鲜戏族更是大发气狂,阿子将他擒住之后,只把他当条畜色,将他绑在架子上放人冤取乐,又在他头上套烧红的铁头模型,毁掉他的容貌,甚至让他把头伸入狮龙,让狮子啃咬。 如此千般折磨作戒,尤坦之却痴心不改,将自己眼珠换给阿子,阿子却从来不领情。 天龙八部结尾,阿子将眼珠抠出来扔给尤坦之后,抱着萧峰尸体跳牙,尤坦之也寻声跳下去,当真是有情接念。 二,孝江湖林平之,林平之出生跟尤坦之差不多,作为福建福威镖局的少爷,他富贵貌美,善良侠义又有教养,然而因为一时益气,替假扮仇女的月灵山出头,引来全家灭门的惨祸。 岳不群假装好人,出手相救,林平之心怀感激,败入门下,若干年后,他却发现这一切都是岳不群的阴谋,全家灭门惨祸的根由,正是因为人人基于他家传的辟邪剑谱,被灭门,被追杀,被侮辱,被欺骗。 林平之再也不负当年的阳光少年,满心怨毒,变得很辣凶残,只想复仇,他挥剑自宫,并亲手杀死世间唯爱他的人,月灵山。 虽然最终大仇得报,手认了灭门仇人于沧海和墨高峰,自己却也落得个,眼背毒瞎,身心俱残,一生被囚禁于西湖湖底的下场。 三,陆鼎记胡一之,胡一之只是陆鼎记的小配角,却因一身惊天地气鬼神的暗恋功夫,让人印象深刻,他本是江湖的第一刀客,有百胜刀王之称,又因英俊潇洒,被称作江湖第一美男子,只因成都遗孤陈元月,从此无法自拔,放弃身份,隐姓埋名, 跟在陈元月身边二十三年,做园丁,做伙夫,二十三年间,他只对陈元月说了三十九句话,而陈元月也只对他说了五十五句话,他为陈元月清静一生,陈元月却只把他当作下人,冒屁江,田红,吴三桂,李自成,陈元月身边的男人流水接换,提打的备胎胡一之,却只能全程为官,又或者,胡一之连备胎也算不上,只能算作千金顶,百胜美道王的一生,真是苦啊苦。 四,陆顶纪杨毅之,杨毅之是吴三桂手下的总兵,为报吴三桂的恩情,对之忠心耿耿,因其光明磊落,重情重义,韦小宝对其颇为敬重,想要与其结拜,杨毅之觉得可能对吴三桂有好处,便同意了。 谁知吴三桂怀疑他姐姐伟小宝,可能是投靠了朝廷,便将他割舌挖眼,双手被齐腕斩去,双脚也被齐膝斩去,万般苦楚加深,却不能喊,不能言,不能动,只能默默忍受时间如刀,在他身上一分一秒的雕刻。 可怜他这样一位豪情万丈的好汉,只因心怀忠义,落得一个人质的结局,实在惨烈。 二,金庸和文化界太斗的梁子,那么我开头说的,金庸曾跟哪位明代之字的文化界太斗胜过举语呢?可能已经有朋友猜出来了,那便是民国大师胡适之,胡适发妻江东秀一生有两大爱好,一个是打麻将,另一个便是读金庸小说,胡适晚年的学生,著名史学家唐德纲就曾回忆,江东秀找不到打麻将搭子时,就读武侠小说,金庸俱著,胡老太太如属家争,胡适却对武侠小说十分不以为然。 1959年12月9日,胡适在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中,讲新闻记者的修养,号召人们都该看侦探小说,尤其是记者,因为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,并支持新派武侠小说,现在有许多报纸都看武侠小说,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,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。 而金庸正是当时风头最近的新派武侠小说代表作者,几部作品也正在其开办的名报上连载,胡适作为文化界影响力最大的人物,这样直接给武侠小说扣一个下流的帽子,并不屑抱着连载武侠小说的行径,的确是在给金庸的一身工业做出双重差评。 金庸迅速做出反应,仅在两天之后,就在名报上发表了自己最新炮制的社论,最下流之胡适之,讽刺胡适,认为水浒粗暴下流,惊息内容无聊等重央媚外的思想,说他简直就是任美国当祖宗老爷,又总结道,于是美国人送我的朋友胡适之以博士贤,有骨气之中国人,却称之为最下流之胡适之,金庸这篇社论的格调境界,跟他往常的作品内容和为人企图风骨大相径庭,用咱们现在的话说, 金老这次真的是破了大房,直到1962年,金庸旗下的名报还在挖苦胡适之是鸡鸣狗盗之徒,胡适去世,金庸还在为此事耿耿于怀,未曾发表一字哀悼,名报也只在第四版,登了一小块报道,我不敢十分笃定,就是因为跟胡适之闹了不愉快,金庸才塑造了这几个明代之字的人物,又让他们命运如此悲惨,但是天龙八部作于1963年,笑傲江湖作于1967年,陆鼎作于1969年,犹潭之,林平之,胡逸之,杨逸之, 这几个男人确实全部诞生在胡适之事件之后,三,对胡适差评武侠的一点揣度,胡适差评武侠小说,我以我的小人之心揣度,觉得除了因他一向推崇西方文化外,还可能跟他的小脚夫人江东秀有一些关联,江东秀家虽是金德县的望族,也跟胡适家是视角,江东秀却是标准旧式妇女,文化不高,只念过几年私塾,还曾裹过小脚,胡适一开始就不情愿 这桩旧式婚姻,结婚前,有美国大学的红颜知己维斯莲,结婚后,有阴侠山岳的神仙眷侣曹成英,维斯莲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之女,聪明,思想独立,又有深度,曹成英是有名的江南才女,因母亲和妻子的阻拦,胡适这两段风月之事都不了了之,尤其是第二段跟曹成英的感情,坊间传闻已经闹到很不堪的地步,曹成英是胡适的表妹,江东秀的伴娘,胡适于杭州养病期间, 跟其生出事来,据说曹成英当时已经怀孕,胡适回家跟妻子江东秀提出离婚,江东秀直接冲到厨房拿菜刀,威逼胡适说,不如我先杀了两个孩子再自杀,也省了你要离婚这么麻烦,佣人过来抢菜刀,江东秀直接把菜刀往胡适身上扔,吓得胡适立刻逃走,再不敢贴离婚二字,醉过才知酒浓,爱过才知情重,你不能做我的师,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,跟曹成英的旧事,胡适也只留下这句朦胧无奈的情事,从此胡适大面垂宇 小脚夫人一从之,为做新文化之楷模,旧道德之典范,胡适终于和江东秀走完了一生,虽然他人的婚姻已被独居慧眼的张爱玲,称作是旧事婚姻含有的幸福的例子,可面对这位文化不高的小脚夫人,胡适终究也有一点意难平,远在国外,胡适还要写信指教太太,虽不能做什么事,也应该买点书看看,写写字,做点有休养的事,直到晚年,他还在对秘书说,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,一生趋于虎气的淫威, 多情的胡适勉强克制,徐志摩都笑他于江世外不敢造次,唯恐东乡满平促,胡适可能也只能通过指摘太太的爱好不上档次,暗戳戳嫌弃发妻,是个没文化的妇女,竟看些低级的东西,以前的武侠小说来释放一些叛逆,他当然不会鄙视太太的第一大爱好打麻将,因为我们知道,胡适日记,打牌第一,各花入各眼,胡适先生当然有批评小事武侠小说的权利,只是人生苦行义,碌碌一心山, 武侠小说,跟我们这些狗活于天地之间的普通人,带来的广阔天地,也是他老人家不能想象的,书籍便是小型避难所,武侠小说更是随手携带的无头帮,金庸的破防和记仇也好,胡适的偏见和谦怒也好,开篇理则后的不同事故和小心眼也好,人性本就如此,各有各的皎洁和晦暗,各有各的宽恕和逆临, 强求每个名人都要做百分百完美的圣人,那也收获不到圣人,只能收获一个个假人罢了 感谢大家观看观众,三连投币,我是申士宇,这里是民主小谈,我们下期见